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回来 美国国防部周一公布美军在伊拉克展开的空袭行动录像画面 并称是对伊朗支持的真竹驴进行了精准的防御性攻击行动 伊拉克北部基尔库克一处美军基地日前遇袭 导致一名美军承包商死亡 美军认定袭击是真竹驴所为 29日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五处真竹驴的据点实施空袭 造成最少25人死亡 伊拉克国家安全理事会周一发表声明表示 将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双边关系 以及是否继续参与以美军为首的 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多国联合部队行动 美军此举也引发了伊拉克人民的强烈不满 在首都巴格达 大批民众周一上街抗议并表达对真竹驴的支持 国安顾问奥布莱恩近日表示 美国正在密切监视朝鲜动向 发现情况令人担忧 他说如果朝方试射远程导弹 或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 美方将采取适当行动进行回应 奥布莱恩称 美朝之间已经开通了对话渠道 希望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履行半岛无核化的承诺 但如果金正恩采取威胁行动 美方会感到非常失望 奥布莱恩说 美国作为全球领先的军事及经济强国 有许多手段可用 美朝无核化谈判陷入僵局 此前朝方提出以今年年底为期限 要求美方提出新方案 并威胁将给美国送上圣诞礼物 德克萨斯州一座教堂29号发生枪击案 包括枪手在内两人死亡一人重伤 事发教堂位于德州北部沃斯堡市郊 当时教堂内的崇拜活动正在进行网上直播 画面拍摄到一名男子突然手持一支短枪 向一名教堂人员开枪 枪手随后也被教堂内的人员开枪击倒 警方和救护人员接报后赶赴现场进行救治 德州安全部门官员表示 美国此类枪击案近期频发 人们甚至已经习惯了类似事件在身边上演 他形容枪击事件为悲剧 尤其是在节日期间发生 是情况变得更为糟糕 德州州长阿波特也发表声明 赞扬开枪制服凶手的教徒 行为英勇阻止了更多人丧生的悲剧 由统计数据显示 美国今年发生了41起大规模杀伤性事件 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高记录 美联社连同今日美国及东北大学 联合搜集的数据显示 41起事件合共造成211人死亡 每起除凶险外造成最少4人死亡 当中33起事件涉及枪支 报道引述专家表示 近年美国的杀人事件总体出现下降 但是大规模杀伤性事件却在增加 又指大规模杀伤性事件的传染效应很强 能够间接引发更多同类事件 形容美国已进入大规模枪击时代 而涉及大规模杀伤性事件的总体死亡人数 最高记录是2017年的224人 当年10月1号发生了美国近代史上 最严重的拉斯维加斯枪击案 造成59人死亡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商务部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 贸易赤资从前一个月的668亿美元 减少至632亿美元 其中出口增长0.7% 进口下降1.3% 只是美国商品贸易赤资连续第三个月减少 彭博社分析称 贸易赤资的进一步缩小 将有助于推动第四季度的增长 进口对前两个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略有拖累 而商品出口在经历了前三个月的压力后 在第三季度出现了小幅上涨 商品的进出口贸易额 大约占美国总贸易的四分之三 彭博社称美国通常会遭遇货物贸易逆差 和服务贸易顺差 而出口增长和进口下降的最新迹象表明 经济增长在年底将保持稳定 洛杉矶国际机场今天证实 29号晚间一名男子在国际航站楼内跳楼自杀 死者是一名机场的雇员 据洛杉矶消防局消息 当晚8点15分左右 警销部门接报后赶赴现场进行救治 但由于男子伤势超出了医疗救助的范围 并在现场被宣布死亡 洛杉矶机场警察随后表示 该男子死于自杀 但目前尚无法提供进一步的任何信息 包括员工的身份或工作职位 以及自杀的原因 对于近年来自杀事件频发 美国预防自杀生命热线 和加州同行温暖热线为民众提供免费和保密的支持 有需要的民众可以拨打相关热线进行求助 《福布斯》杂志公布了2019年度的十大捐赠者 来自印度的科技富豪普雷姆吉 今年捐出了公司价值76亿美元的股份做善事 成为慈善家名单榜首 排名第二的则是世界第四大富豪股神巴菲特 他在今年7月进行了他个人历史上最大宗的捐赠 他将股票分别捐给了五个基金会 合共价值36亿美元 《福布斯》杂志估计 巴菲特医生的捐赠总额 已经超过了380亿美元 第三名属于加州的农业大亨斯图尔特和林达 雷斯尼克夫妇 他们在9月向加州理工学院捐赠了7亿5000万美元 用作气候变化领域的相关研究 也是加工理工学院历史上最大宗的一笔捐款 再来关心一下股市 受到中美渴望于1月份落实首阶段 经贸协议签署的利好气氛带动 美股三大指数在今年度的最后一周交易 继续走出新高 虽然纳斯达克指数在上周五终止了11连涨 但受到电商巨头亚马逊 假日消停理想的带动 指数站稳9000点历史大观 而本周美国将会出炉的主要经济数据包括 周一的11月商品贸易账 和12月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 周二则会发布12月资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 周三是元旦假期 周四市场将会关注 12月的马基特制造业PMI中指 周五则会出炉12月的ISM制造业指数 美联储则会发布12月份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最后来关心一下天气 2020年新年将至 在元旦假期 全美多地将会迎来降温降雨天气 准备在纽约市时报广场观看新年倒数的民众 将会遭遇40华氏度左右的寒冷天气 同时伴有每小时20至25英里的大风 但不会受到大雨的影响 不过对于东北部其他城市来说 雨水将从布朗斯维吾尔地区进入德州南部 降雨预计会随着新年一起到来 而在中西部地区 周一从达格他州到威斯康星州的暴风雪天气 会继续带来降雪 到周二上午 新一轮的冬季风暴将会缤纷两路 为东北部和中西部带来降雪天气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 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更多的每周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 订阅 我是小诗 感谢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